为什么不能乱抠肚脐眼? 原来,肚脐眼连的根本不是肠子。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,老张因为觉得肚脐痒, 便用手指频繁抠啊,引起了家人的关注和讨论。 不久后,他的肚脐周围出现了红肿和疼痛, 最终不得不前往医院治疗。 经诊断,老张的肚脐发生了细菌感染, 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疗,这将看似小事的背后。 暗藏着许多人对肚脐健康常识的无知。 肚脐并非仅是身体的一个装饰性痕迹, 而是一个复杂的解剖结构与多种健康问题相关。 这一现象引发了一系列的关注和讨论。 许多人开始意识到,平时不起眼的肚脐, 一旦被忽视,同样可以成为健康的大敌。 今天,我们将探讨肚脐的结构, 为什么它容易成为细菌的温床。 以及如何正确护理肚脐, 以避免类似的健康问题。 肚脐的解剖学基础连接过去,影响现在。 一,肚脐的形成与功能。 肚脐,医学名为奇窝, 是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胎儿与母体连接的痕迹。 在胚胎期,肚脐是脐带的固定点。 通过脐带,胎儿从母体获得氧气和营养, 同时排除代谢废物。 出生后,脐带被剪断, 剩下的部分干枯后形成了我们熟知的肚脐。 二,解剖结构详解。 肚脐位于腹部正中线, 周围由皮肤、脂肪和部分连接组织构成, 它下方不直接连接到任何主要的内脏器官, 但脐带曾经的路径留下了潜在的通道, 这在医学上被称为奇前囊。 虽然这一通道在出生后通常会闭合和纤维化, 但在某些情况下, 这些通道可能未完全闭合, 从而可能形成奇善或其他并发症。 三,脐带的遗留结构。 成人的肚脐内部, 尽管看似简单, 但仍有复杂的结构遗留, 如其静脉、其动脉的残余。 这些结构在婴儿期是至关重要的, 负责输送营养和血液。 成年后, 它们退化形成了纤维状的结构, 但仍然是潜在的感染源和病变风险点。 四,脐部的医学意义。 在医学检查中, 肚脐及脐周围区域常被用作观察窗口, 例如, 脐部异常可能提示腹部疾病, 如脐扇, 特别是在婴儿和幼儿中。 肚脐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。 肚脐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小部位, 但其实它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。 由于其独特的结构和位置, 肚脐容易成为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的滋生地, 不正确的护理方法不仅可能导致感染, 还可能带来一系列健康问题。 细菌的温床、肚脐感染的风险。 肚脐的形状和位置使其容易击聚汗液和死皮。 这为细菌和真菌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。 常见的肚脐感染包括表皮葡萄球菌和白色念珠菌感染。 感染的症状包括红润、疼痛、异味和分泌物增多。 在忽视初期症状的情况下, 感染可能会加剧, 导致更严重的健康问题, 如浓肿或甚至败血症。 肌部扇气和漏管不容忽视的并发症。 肌部扇气通常发生在婴儿和成人中。 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剧烈体力活动或长期负压增高的人, 扇气的出现通常伴随着肌部突出和疼痛。 如果不及时处理, 可能需要手术干预。 脐带漏管是另一种罕见但严重的状况。 涉及到脐带和膀胱或其他腹部结构之间异常的通道。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持续性的感染和液体渗漏。 需要通过手术来解决。 正确的肚脐护理方法, 健康的关键步骤。 为了避免上述健康风险, 正确的肚脐护理显得尤为重要。 以下是一些实用的护理建议。 帮助维护肚脐的清洁与健康。 步骤一, 温和清洁。 使用温水和温和的无香肥皂轻轻清洁肚脐区域。 清洁时, 可以使用棉签轻轻擦拭肚脐内部和周围的皮肤, 以去除污垢和死皮。 每周进行一到两次深层清洁, 以保持肚脐的干净。 步骤二, 保持干燥。 清洁后, 使用干净的毛巾轻轻拍干肚脐区域。 湿润的环境会促进微生物的生长。 因此保持肚脐的干燥是预防感染的关键。 步骤三, 避免刺激物。 避免使用酒精或其他刺激性化学物质清洁肚脐。 因为这些物质可能会刺激皮肤, 导致红肿或疼痛。 此外, 不宜使用过于尖锐或硬的物体来扣挖肚脐。 以免损伤皮肤和内部组织。 核实寻求医疗帮助。 如果你发现肚脐出现持续的红肿。 疼痛、 异味或分泌物异常增多。 这可能是感染的迹象。 在这种情况下, 应尽快咨询医生, 以获取适当的治疗。 特别是当出现发热或腹部疼痛时, 可能表明感染已经扩散, 需要立即医疗干预。 通过以上的步骤和建议, 我们可以有效预防肚脐相关的健康问题。 定期的护理和适时的医疗咨询, 是维护肚脐健康的关键。 希望这些实用的建议, 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关注, 并护理这个常被忽视的身体部位。